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弧度质的应用 首先来看这个原理 原心脚α对应的弧常为L 那α和L有啥关系呢 我们知道 弧常L和整个圆周常的比值 就等于α和周角的比值 写成算式 就是L比上圆周常2πR 等于α比上周角 接着咱俩α用弧度质表示 那周角也得是弧度的 也就是2π 你看这两个2π正好约掉 所以L就等于α乘R 这样就得到了弧常公式 它等于原心脚α乘半径R 比如原心脚等于三分之π 半径等于6 那弧常是几呢 根据弧常等于α乘R 答案就是2π 注意这里的α 必须是用弧度质表示的 所以如果给你的原心脚是60度 那就先得把60度转化成三分之π 然后再算就行 看完了弧常和原心脚α的关系 咱再来看看扇形面积S和α的关系 老办法还是和整个圆比 扇形面积S和整个圆面积的比值 就等于α和周角的比值 写出来就是S比上圆面积πR 就等于α比上2π 你看这两个π正好约掉 所以S等于二分之一αR 这就是扇形面积的公式了 同样的这里的α也是用弧度表示的 比如α等于三分之π 2等于6 那S是几呢 S等于二分之一αR 也就是二分之一乘三分之π乘六的平方 答案就是6π 现在你已经知道扇形面积的公式和弧常的公式 观察一下 它们都有αR 所以可以把面积中的αR用弧常R代替 至此咱有了三个公式 要选择哪个公式 你就要根据题目条件来了 比如一个扇形的周长为8 面积为4 那么这个扇形原心脚的度数是多少呢 先看条件 扇形周长为8 咦 没讲过扇形的周长公式呀 来看看扇形 把弧常L加上两段半径 就是扇形周长 也就是L加两个R就等于8 再看看条件 面积为4 不过面积有两个公式 用哪个呢 可以看看刚才的等式 有L和R 那面积也用L和R的 也就是二分之一L等于4 接着就来解这两个等式 容易解得L等于4 R等于2 接着要求原心脚α 根据αR等于L 那α就等于L除以R L和R刚才都算过了 所以α就等于4除以R 答案就是2 像这样 如果题目中告诉你周长和面积 你可以根据公式列出两个方程 要注意 两个方程的位置量要保持一致 这样求出了弧常和半径 那圆形脚也就好求了 不过有时候 题目只告诉你周长 那就变麻烦一点了 比如一个扇形的周长为10 当半径和圆形脚各式多少时 扇形面积最大呢 看问题 面积S等于2分之1R 有两个位置量 要怎么最大呢 再看看条件 周长是10 也就是L加2R等于10 那L就等于10减2R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算式中的L给消掉了 把式子整理一下 就得-R方加5R 这样S就变成了R的二次函数 接着要求S的最大值 它的图像是开口向下的 显然在顶点处取得最大值 也就是当R等于-2A分之B 等于2分之5时 S最大 等于-2分之5的平方 加5乘2分之5 就等于4分之25 R和S已经求好了 还得接着求圆形脚 再求呢 根据S等于2分之1αR方 所以α等于2S除以R方 也就是2乘25分之25除以2分之5的平方 答案就是2 所以半径等于2分之5时 圆形脚为20 面积最大 以后遇到这类要求最大面积的题 你只要把面积里的L或R消掉一个 变成另一个的二次函数 这样就能找到最值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键就是记住L和S的公式 L等于αR S有两个公式 等于2分之1αR方 或者等于2分之1LR 你可以根据题目条件来选择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就速速去刷题吧